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成功的秘诀就很简单 就是以下一些关键词 那就是简单 相信 听话 照做 虔诚 感恩 利他 库祝 勤学 善悟 行动 坚持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如果你什么事情你都想得太复杂 那你得消耗多少精力 对吧 第二个就是相信 一定要相信有结果的人 一定要相信有钱人 不要相信那些穷鬼跟你讲的话 任何人即便你觉得他讲的话再有道理 只要他是一个穷鬼 你就不要相信他 因为如果你相信他 你早晚都是个穷鬼 知道吧 那么第三就是一定要听话 为什么呢 你的领导人 你的领导 他绝对不会害你 他只是希望你真正日上 他只希望你成功 因为只有你成功 他才会更成功 所以要听话 懂吗 该听谁的话 这个很重要 听话之后就是照做 就是执行力 有很多人他这个也懂 那个也懂 就是不做 对吧 你懂这个懂那个 你不做 他怎么能产生结果呢 行动才能产生结果 你懂 你箩筐的道理都没有 就是要照做 行动 知道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虔诚 你有一颗虔诚的心态 你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去做好 实实在在 老老实实的去做 要务实 知道吧 你有一颗虔诚的心 你才能够真正的用心 把事情做好 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 而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感恩 一旦懂得感恩 为什么 每个人都只愿意帮助 懂得感恩的人 如果帮你一次 你不懂得感恩 下次还帮你嘛 对不对 谁还会帮你啊 所以越懂得感恩的人 越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那么接下来就是利他 为什么我们要讲利他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想着自己的利 绝大多数人都只想着利己 利己利己 我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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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对吧 这是人性 那成功是反人性的 对吧 普通人就想着利己 那成功者就想着利己 极致的利己 就是极致的利己 如果你的思维达不到这个高度 你误不透我讲的这句话 那你一辈子都起不来 知道吧 那接下来就是互助 你帮我 我帮你 你捧我 我捧你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大家相互支持就起来了 这就叫互助 对吧 如果你去坑他 他也来坑你 你去搞他 他也来搞你 那这个一辈子都搞不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勤学 为什么要勤学呢 社会的进步 时代在发展 你不学习 你哪怕三天不学习 我告诉你 你就落伍了 你就会被这个时代 淘汰 抛弃 对吧 那么善悟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灵活变通 灵活变通 一个事情 一个道理 每个人所悟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讲 善听者多 善悟者少 善悟者开悟 开悟者开挂 懂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行动 你懂再多的道理 你必须要行动 你行动才能出结果 不但要行动 而且要大量的行动 像疯子一样 疯狂的行动 疯狂的行动 才会有丰硕的结果 知道吧 大量的干 一天到晚 就是干 拍视频 搞直播 开发线下的客户 到处去拜访客户 一对多也要做 一对一也要做 知道吧 人多 咱就一对多批发 对吧 人少 必须要跟他一对一的 把他讲清楚 来一个客户 就把他谈定 谈好 谈不好 就要总结自己 哪里出了差错 哪里犯了错误 一定要大量的行动 接下来就是坚持 坚持有多重要 对吧 甚者为王 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你只是三分钟热度 我告诉你 你做任何的行业 你都做不下来 因为你不论做任何的行业 做任何的项目 它都会或多或少的 遇到阻碍 遇到困难 甚至遇到挫折 有很多的时候 你一坚持 就过去了 有很多的时候 客户表面上是在拒绝你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在考验你 考验你够不够坚持 考验你的任性够不够 所以我在当年 做市场的时候 很多客户都不是第一次就成交 很多客户都是在五次八次 十次 知道吧 拒绝我最多的客户 直接拒绝了我十八次 然后我第十九次 再去拜访他 直接成交 他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所以做任何事情 认准了 干 坚持 知道了 你就能成功 没准备 好 好 来 来 感谢观看